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啥叫表演是家吗? 知名喜剧演员龚翰林可是为大家上了一课呀 不但自己和爱人金珠两口子是著名的喜剧演员 为大家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自己的儿子龚天阔可也是一名演员 这部前不久在网上曝光的龚天阔的婚礼 大家才得知原来儿媳妇也是一名演员 知道真相的小哭我都惊呆了呀 而且人家昨天一家四口现身某活动 小哭这才得知啊 龚翰林最近可是加盟了传媒公司 摇身一变当老板了 迎着是不是得借助您的公司 帮儿子儿媳开辟一下演艺道路嘞 两回事 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概念 我们首先要尽职尽责 是作为你是公司的一份子 是这份责任 而不是说考虑我自己 这和自己好像关系不太大 顺其自然 如果有合适的 有完全可以开发的 有完全可以发挥他的长处 为公司而效力的 那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对公司负责 还说您要公司分明 这不一有活动 就把自己的儿子儿媳 带到现场了吗 那咱事业方面先不提呀 单说这生活上 您二老还满意这媳妇吗 儿媳妇 我特别满意 她是属于特别贴心的那种 特别可爱 我们就是也经常处得特别好 我们也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 我跟她也经常说 咱要是一个女儿嫁出去 咱也希望 那个婆家 把她当成自己的闺女 那样疼她爱她 所以我们平时就是处得特别好 比如说我身体不好感冒了 她会切些水果端水 就上我房间跟我聊天 陪特别特别好 在电子数码产品开发利用方面 儿媳妇给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儿媳妇进家门之后 比儿子好像更贴心一点 因为是女孩 考虑得更周全 更细致 尤其是金珠 现在离不开自己的儿媳妇 真的拿她当女儿带 又有大事小情了 愿意跟媳妇俩商量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啥叫表演是家吗 知名喜剧演员龚汉玲 可是为大家上了一课呀 不但自己和爱人金珠两口子 是著名的喜剧演员 为大家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自己的儿子龚天阔 可也是一名演员 这部前不久在网上曝光的 龚天阔的婚礼 大家才得知 原来儿媳妇也是一名演员 知道真相的小伙 我都惊呆了呀 而且人家昨天一家四口 现身某活动 小伙这才得知啊 龚汉玲最近可是 加盟了传媒公司 摇身一变当老板了 您这是不是得借助您的公司 帮儿子儿媳 开辟一下演艺道路嘞 两回事 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概念 我们首先要尽职尽责 是作为你是公司的一份子 是这份责任 而不是说考虑我自己 这和自己好像关系不太大 顺其自然 如果有合适的 有完全可以开发的 有完全可以发挥 它的长处 为公司而效力的 那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对公司负责 还说您要公司分明 这不一有活动 就把自己的儿子儿媳 带到现场了吗 那咱事业方面先不提呀 单说这生活上 您二老还满意这媳妇吗 儿媳妇我特别满意 她是属于特别贴心的那种 特别可爱 我们也经常处得特别好 我们也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 我跟她也经常说 咱要是一个女儿嫁出去 咱也希望婆家 把她当成自己的闺女 那样疼她爱她 所以我们平时就处得特别好 比如说我身体不好感冒了 她会切些水果端水 就上我房间跟我聊天 陪特别特别好 在电子数码产品开发利用方面 儿媳妇给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儿媳妇进家门之后呢 比儿子好像更贴心一点 因为是女孩嘛 考虑得更周全更细致 尤其是金珠 现在离不开自己的这个儿媳妇 真的拿她当女儿带 又有大事小情了 愿意跟媳妇俩商量 对 又不全一乐 一家四口齐上阵 北京报道